傅俊男是我的死对头,为了追求我,他用了卑鄙的手段将我带回了家,导致我与我暗恋的男神生离。婚后,我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了他身上。我们经常吵架,他总是默默承受,但在床上总是非常霸道。 我无法忍受,哭着拽着他的头发,傅俊男,我恨你,你为什么不去死?后来他真的死了,但我却夜夜思念,久久不能入眠。我好像爱上了傅俊男。 洛小姐,今早有人在海边发现了一句,身份疑似您丈夫傅俊男先生的尸体,我接到电话时,感觉自己仿佛跌入冰窟。 洛小姐,你还在吗?不知怎么挂断了电话,赶往了医院。 踏入太平间,我看到了傅俊男冰冷的尸体,白不下的他,身体浸泡久了,有些肿胀,他和平时完全不同,我几乎不敢相信。 眼前的人怎么可能是,曾经与我共度五年的丈夫?我和傅俊男从小就认识,但我们性格不合,总是争吵不断。 我们见面就争吵,常常吵得面红耳赤。我骂他不绅士,他嫌我脾气大,偏偏我们发生了一夜的荒唐。 我走错了房间,傅俊男成人之威,毁了我的清白。 我原本打算向心仪的文琪表白,结果一切都毁了,我大闹了一场。 当我得知文琪结婚的那天,我伤心买醉,又和傅俊男滚到了一起。 他被我逼得无路可走。 你不是想要娶我吗?我答应了。 婚后,我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了他身上。 他默默承受,吵着闹着五年过去了。 即使我怨恨他,也从未想过有一天他会离世。 这是傅先生一直握在手中的物品,他握得很紧,医生花了很大的力气才取出来。 警察把戒指交到我手中时,我的心被猛烈刺痛了一下。 这是他今年生日送给我的礼物,内环上刻有我的名字缩写。 但我因为陈年旧事,我当着他的面摔了他。 连同他的真心,踩在脚底下碾碎。 我看着你就感到恶心,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一向忍让的傅俊男情绪爆发,抓着我的肩,洛伊可,你是我的妻子,不想见到我,你想见谁? 文琪嘛,我告诉你他已经结婚了,你和他永远也不可能,你永远只能属于我。 他正气凛然的态度激怒了我,积压的愤怒爆发出来,我甩了他一个耳光。 如果当初不是你阴险毒辣,为了得到我,给我下药,我怎么会嫁给你? 傅俊男,我讨厌你,你毁了我的一生。 你就是把心掏到我面前,我也嫌脏。 听到这些,他松了手中的力道,露出了一丝自嘲的笑容。 五年了,你果然还在恨着我,是啊,我恨你,我巴不得你早点去死。 结果,抑郁成衬。 死者生前服用大量抗抑郁的药,经鉴定是自杀,洛小姐,请节哀,抑郁。 忽然想起他随身携带的白色药瓶,几乎每天都要吞几粒。 他说是维生素,我没放在心上。 恍然大悟的我,握着他因长时间弯曲而有些变形的手掌。 我后悔了。 傅俊男的代理律师赵律师文讯赶来,拿出一份你好的离婚协议书。 洛小姐,这是傅俊男先生你订好的离婚协议书。 傅先生已经签名,只要洛小姐签下,两位的婚姻关系自动解除。 那日傅俊男,神情破碎地弯下几辆,捡起戒指。 可可,等我出差回来,我们就离婚吧。 好啊,我求之不得呢。 离婚两个字,五年里我提了不下上千次。 每次都会被他扔上床好一番折腾,最后不了了之。 他说过,死了也要和我纠缠在一起。 离婚,我根本不信他会做到。 可是这次他签名了。 我草草翻看了一下内容,他旗下所有资产全部留给了我。 相当于他是净身出户,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死前还要握着戒指? 我喃喃自问。 唯一能给我答案的人躺在那里,静得像浮华。 收拾遗物的时候,我发现了他的秘密,一把钥匙。 通过钥匙,我打开了家里常年上锁的一间房。 我对他不甚上心,所以一直懒得过问。 我只知道他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 却不敢想,他在自己家里藏了个时光回溯机。 我无意触碰到了启动装置。 蓝白的屏幕上亮起字幕。 时光回溯机有记录复现的功能。 我听到了傅俊男和他的对话。 傅,你最想回到什么时候,我可以帮你。 回答的见隙,我见到了活着时候的傅俊男。 影像里的他,面容消瘦,颧骨突出,眼里的疲惫快要满出来,不想回去。 现在就挺好的。 傅,不要骗自己了。 打是亲骂是爱,你不懂。 我的打是真打,骂也是真骂。 这五年,我没给过他一个好脸色。 恩,爱十分少之又少。 可是自从他走了,我每晚都会梦见和他在一起的画面。 过去的,现在的。 他的乍然消失,仿佛带走了我的心。 做什么都不得尽。 夜夜哭醒,夜夜不能寐。 我想看看他,合照寥寥。 仅有的结婚照,也因吵架被扔出了新房。 原来,被他偷偷藏在了这里,一点灰尘没有。 可想而知,他打扫得有多勤快。 傅,你在想什么? 你说,如果我死了,可可会为我流泪吗? 傅俊男摇了摇头,不会的。 他巴不得我去死。 他不爱我,也不信我爱他。 他讨厌我,在他心里,我一辈子都不如文奇。 傅俊男双手捂着脸,痛哭出声。 好像只要轻轻一碰,就会碎掉。 不是的,傅俊男,不是这样的。 我哭得哽咽。 收到离婚协议书,可可一定特别高兴。 我好久没看过他笑了。 结婚前还能和他逗逗嘴,做个冤家。 结婚后,连冤家都做不成了。 傅,告诉他真相吧,那不是你的错。 你不懂,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对可可的心思有多龌龊。 幻影渐渐消失,我抓不到傅俊男。 他不见了,唯一的念想没了。 房间里回荡着我压抑的哭泣声。 傅俊男,我不要你死。 我说,让你去死是气话,是我错了,你回来好不好。 眼泪啪哒啪哒地滴在一气旁。 傅俊男,我好想你呀。 滴,一道机械音飘过。 晶莹的蓝白光层层亮起。 密密麻麻的代码涌进我的眼睛。 触及启动密码,时光正式回溯。 在睁眼,我回到了傅俊男离世前几个月。 床上刚和傅俊男打完架。 醒来的时候,浑身酸胀。 他背对着我裸着上身。 空气里,似乎还存有一丝迷乱的气味。 回溯机安排穿回的时间点,有种不顾人死活的任性。 事发原因,我和文琪时隔两年偶遇,谈及过往,多聊了几句。 傅俊男看见了,当场发飙,扛着我就走。 我刺激他一路,结果一进家门,他就疯狂咬着我的唇。 现在活生生的傅俊男睡在我旁边。 他不是海里那个泡得肿胀的冰冷的尸体。 他身上滚烫有温度,事而复得的情绪太过浓烈。 哪怕知道这个时候不太合适谈心,我还是扯了扯被子。 傅俊男,你睡了吗? 对方没反应,我主动靠近,缓住他的腰。 男人身子一颤,没睡。 古铜色的背上,横气束疤的,全是我指甲抓出的血痕。 我凑上前,好奇舔势了下。 他忽然翻过身擒住我的手,眼里净是失望。 洛伊可,这次又打算用什么招对付我? 记忆中唯一一次主动和他亲近, 是为了偷他熬了几个晚上做出的计划书,卖给他的死对手,以此报仇。 难怪他的眼神会这么冰了。 不是的,我慌乱了手脚。 着急起身,被子脱落,露出大片白皙的肌肤。 他眸色一暗,脸色更差。 他不听我解释压在我身上,抓犯人一样抓着我的手腕。 顾忌从诗,是吧,疼,你轻点,我下意识地软了嗓子朝他撒娇。 这招对我不管用了。 他心有余悸,不吃这套。 他捏着我的下巴,眼神灰暗地警告, 可可,我不会再上你的当了。 无论你怎么激怒我,我都不会和你离婚的。 你死了这条心吧,我不是那个意思。 他松开我扒了他的手,随便套了件衣服扬长而去。 浴室传来哗啦啦的水声, 我把目光放到了床头柜最下面的一层抽屉。 他的药全放在这里,几个药瓶大都空了一大半。 我看过他藏在书房里的病历,出诊时间是婚后的第三年, 中度的焦躁和抑郁。 这个时候的他,心该被我伤透了。 怎么样才能挽回我们岌岌可危的婚姻? 我不想让他再走上同样的结局。 我抱着膝盖,盯着床单发呆。 头发半湿半干的傅俊男,穿着浴袍出来, 脸上被热气熏得通红。 裹得严严实实,很失手难得,哭什么。 他升得又高,又壮站在我面前, 天然一种压迫感,和他僵持我哭得更凶, 眼泪啪哒啪哒地往下掉。 我以为你生气要离开,没有。 他潦草擦下头发,坐到我身边, 只副温柔地贴上我的脸,还是那么爱哭。 是不是弄疼你了,我不吱声。 对不起,我跟你道歉, 我转身投入他的怀里, 愣住的人变成了傅俊男。 为了改善他僵硬的抱姿, 我戳了戳他的胸膛, 你搂着我吗? 他怀疑地看了我一会照做。 趁他闭上眼睛休息, 我又得寸进尺,悄悄挪静了些。 明明傅俊男的怀抱很温暖, 过去的我却嫌弃无比, 夫妻情势里, 我一直是占据主动权的那个。 我讨厌他的人, 却享受他肉体带来的快乐, 往往在结束后, 一脚踢开他自己睡的香甜。 失去他的日子里, 后知后觉的我, 一点点晓得他的好。 幸好老天给了我一次机会, 如果没有那些误会, 会不会是不一样的结局? 司机那些, 我害怕地将他抱得更紧。 怎么了? 傅俊男, 我好想你。 我和他进入了五年来的, 第一次和平的休战期, 有空的时候, 我就跟在他身后, 做他的小尾巴。 哪怕什么也不做, 就盯着他看, 我也是极高兴的。 相处时, 我总是想对他好点, 再好点。 他却受宠若惊, 露出些微的抗拒。 我知道, 任重道远, 尚需努力。 傅俊男, 吃饭啦。 我烧好两荤两素一汤, 盛好饭, 准备和他一起吃。 他坐在那里没动筷子, 像一尊雕塑。 你不吃吗? 他苦笑, 可可, 我最近真的没有心地合作啊。 他的话像一把刀, 一声招呼, 不打剖开我的心糖。 我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想给你做炖饭吃。 他的脸上写满了怀疑, 真的。 我微微低着头, 原来不被信任是这样的感觉。 泪失禁体质就这一点不好, 本来想好好和他坦白, 结果一来二去, 哭得停不下来。 我做了你爱吃的马蹄排骨。 太久没做, 不知道味道还对不对。 他紧绷的脸色稍微和缓, 溢出个浅浅的笑。 水做的嘛, 眼泪这么多。 过来, 他伸出肠臂, 把我拉到腿上坐着。 耐心地擦着眼泪, 不经意对视上。 许多次, 他用他的一双寒情眸凝视着我。 褐色瞳孔映照着深邃的眼神, 和精致的五官相得一张。 过去的我是怎么做到 对他的帅气视而不见的。 对不起, 我不该偷你计划书, 让你的心血化为乌有, 都过去了。 他没有在这个话题过多停留, 但我清楚是真的狠狠地伤了他的心。 我错得太多, 再改了。 眼里的泪水越来越多, 磕磕滴到他的手上。 我丢失的记忆全部找回来了。 酒店那晚其实你是救了我的, 是我误把你当成下药的人了。 我顶着夫妻之名欺负你, 践踏你的真心, 对不起。 他擦肋的动作一致, 直直地望着我。 就在他死后的第三天, 我想起了一切, 因为受刺激而失去的记忆, 全部具体化。 当年我的生父欠了赌债, 以想念我唯有把我骗到酒店, 还在我的饮料里下了药, 打算卖女还债。 我一时涣散的时候, 是他赶来救了我。 背下的药剂量太大, 不及时解救, 恐有生命危险。 没撑到医生赶来, 他成了我的解药。 一觉醒来, 赤条条的他躺在我身边。 药量过大, 加上受了过度惊吓, 我的记忆整个错乱, 零零散散, 记不周全。 醒来第一眼看见的是傅俊男, 便将试图强迫我的人, 认成了傅俊男。 我无法接受, 将一切怪在了他身上。 恨他至今, 他自知自己占了我便宜, 不抱期望求我原谅, 更为了照顾我的情绪, 生生成了这个罪。 所以你是在弥补我吗? 我想对你好, 我认真道, 傅俊男, 我们能和好吗? 他周身的气压顺时低沉下去。 可可, 我不需要这种施舍, 不是施舍。 为什么我想表达的意思, 到傅俊男嘴里尽数变了味道? 当初的是我也有责任, 如果不是我怀揣了你嫁给我的私心, 也不会。 可可, 你根本不知道我所求的是什么, 我先去上班了。 一桌菜没人动, 菜冷得尽油, 月亮爬上天边, 他还是没有回来。 只有一个人的家, 竟是那么孤单安静。 我网上翻了翻微信的聊天记录, 从问候到嘱托, 再到日常分享。 十之八九的消息, 都是他主动发给我的。 我的回复寥寥几个字, 格外敷衍。 显得格格不入, 我耐心不多, 不洗文字, 基本以语音为主。 在他自杀后, 我曾无数次翻开过两人的聊天记录, 只为他的声音。 他对我的好早已渗透到生活的点滴中,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拔除的。 可惜, 我失去过他一次才懂得这个道理。 晚上还回来吗? 我忐忑地等待着。 那头秒回, 十点回去。 我雀跃的差点, 从床上摔下去。 回得这么迅速, 他是一直在等我的消息吗? 那我在家等你, 隔了好几分钟。 好。 我披上外套, 打开家里所有的灯, 站在门口。 看见一辆车子经过, 下意识就以为是他。 心情掉在半空, 起起伏伏。 原来这就是等待的滋味。 说十点分秒不差, 我迎上前扑到他的怀里。 傅俊南, 你终于回来了, 家里好亮。 他望了望楼上楼下的灯, 手上不知如何动作。 我挽起他的胳膊, 仰着眉笑, 我特意打开的, 我们一起等你回来。 我因为白天的事, 准备和他细谈, 结果他直接进了浴室洗澡。 出来时, 手里拿着一张票券给你。 我不明结果看得清楚。 上面印着, 钢琴才子文旗。 是音乐会的BIP票, 很难买, 什么意思? 我知道我比不上文旗, 能为你做的只有这个, 收下吧。 以后不用委屈自己讨好我。 他还是在误会, 我对他的心意是怀揣着目的。 我不要, 我当着他的面, 把票撕碎扬了一地。 他捡起碎纸屑, 垂头丧气地问我, 可可, 到底我要怎么做, 才能让你满意。 我好像做什么, 都惹你厌恶。 他的眼底流露出泪意, 我乍然惊醒。 怎么又吵起来了? 傅俊男, 我没有厌恶你。 可可, 早点休息吧, 熬夜对身体不好。 他将我往外推, 他就是这样, 习惯把自己的情绪藏着掖着, 什么都不说, 时间异常成了病原。 傅俊男, 你站住。 我一把拉过, 逼他直视我。 你真的想我去吗? 那是你的自由, 我干涉不了。 我再问最后一遍, 你真的想我去吗? 想清楚了再回答, 他沉默了, 口是心非。 心思全写在了脸上。 还要故作大方。 谁说熬夜对身体不好的, 明明助眠得很。 我直接把他推倒, 强制调戏。 他拒绝不到五秒, 顺从地回应起来。 我亲累了, 喘口气。 他眼望天, 掉了两粒金豆子。 眼泪这招, 对现在的我来说, 简直是杀手锏。 他一哭, 我心疼得慌。 趴下麻溜地舔去他的泪, 咸咸的。 还说我呢, 我看你也是水做的。 他捂上眼睛, 不让我看他此时此刻的脆弱。 可可, 我想要的不多, 只要你的一点点爱就可以了。 可是好难啊, 无论我怎么做你都不开心。 是我对不住你, 我堵住他的嘴。 再说下去, 止不住累的人, 就是我了。 有些话憋了很久, 当下说开正正好。 傅俊男, 在恢复那晚的记忆前, 我一直很矛盾。 在恨你和承认自己在乎你之间, 挣扎了很久, 我对你并不是一直厌恶的。 每次我说要离婚, 都是吓唬你的。 我早习惯了你在身边, 是想气你才那么说的。 我早放下文旗了, 以后我不会再拿它刺激你。 对不起, 以前是我不好,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们的呼吸都平缓了下来。 被子里两人紧紧相拥。 可可, 你是在哄我吗? 我只是想让你信我一回。 如果你不想继续, 今晚我不抢求。 可可, 你说真的? 你也是在乎我的, 哪怕一点点。 皮肤偏小麦色的傅俊男红桌眼, 眼里汪着泪, 像极了受委屈的黑兔。 高大威猛的他, 化身卑微的求爱者。 我郑重点头除去他的顾虑。 可可, 可以继续的。 他主动往我怀里靠, 关灯好不好。 猛男撒娇, 这该死的反差感。 误会解开, 又逢傅俊男初次撒娇, 我极力压住笑裂的嘴脸, 故作惆怅, 那你以后不能再把我和文旗往一块响了。 嗯, 都听你的, 我抬手关灯办正事。 可可, 好巧, 我坐在店里, 一口咖啡, 险些全部吐出来。 傅俊男今天在附近办事, 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所以一直在附近的咖啡店等他。 没想到遇见了文旗, 太巧了吧。 我尴尬擦嘴招呼, 学长, 你也来喝咖啡呀。 文旗文质彬彬, 穿衣精致讲究, 尤其是专心弹琴的他, 不知道是多少青春期少女梦中的白马王子。 曾经的我也不例外, 迷恋得紧。 他高挑但瘦弱, 和高状运动系的傅俊男是两个类型。 不知是不是看惯了傅俊男的一身腱子肉, 现在在看文旗, 总觉得他若不禁风, 风一吹就倒, 一点没我家傅俊男有安全感。 可可, 我离婚了, 差点又把咖啡吐了。 嗨嗨, 怎么这么突然? 两个世界的人, 终究是走不下去。 如果我知道那天你是要和我表白, 我一定会去见你。 可可, 我一直没和你说, 其实当年的我也喜欢你。 我很遗憾, 没能在原地等到你的告白。 年少的错过, 不知现在还有没有机会弥补。 这次我忍住了, 没有直接吐咖啡, 却是如坐针毡。 难道是上次我故意欺负俊男, 给文旗营造出了, 我还对他念念不忘地错觉。 福娥叹息, 真是不做死就不会死。 我客套笑着, 学长, 你真会开玩笑。 我结婚了, 可你过得不幸福不是吗? 欢迎光临, 先生要喝什么? 身后一股寒气我本能寻过去, 傅俊男。 他草草看我一眼, 然后和服务员点了杯咖啡, 糟了。 英文旗闹不愉快, 好不容易才和好, 结果又看见了我和文旗同框。 我正措辞, 文旗倒是先走上前。 傅先生, 好巧, 你也来喝咖啡。 我心跳到了嗓子眼, 不会打起来吧? 我在附近办事, 没想到又见面了。 上次被他当众扛走, 给我留下了阴影, 我扯了下他的袖口, 我们是碰巧遇到的, 你别多想。 没事, 你和文先生好好叙旧。 傅俊男嘴角带笑, 似乎真的很乐意。 可依照他那么霸道的性子, 会这么好说话。 可可刚还和我提到了你, 我听说你们经常吵架, 过得不幸福是吗? 傅俊男和我对上视线匆匆而过, 非常平静。 傅先生, 可可还年轻, 既然婚姻不和美, 不如就此放手吧。 这样对你对可可都好, 你说是吗? 学长, 你胡说什么呢? 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些话, 我急了。 可可, 我知道你顾忌多年, 夫妻情不好开口, 但这么拖下去, 终究不是个事。 他不能耽误你, 文琪, 你安得什么心? 少年的事, 现在就别拿出来说了。 我们夫妻感情好着呢, 我第一次冷脸, 当着傅俊男的面画里, 画外提离婚, 以往对文琪积攒的好印象碎了一地, 文先生刚刚离异, 自是经验丰富, 不过我和可可的私事就不劳你费心了, 我被牵着离开, 傅俊男的步伐脉的小, 明显是在迁就我, 我反方向握住他的手解释, 我是来这里等你的, 意外遇见的文琪, 刚才的话是他自己添油加醋, 我没说过, 可可, 我信你, 仅此一言千斤重, 你等我一下, 我回头插着腰, 把文琪教训了一顿, 他当着我丈夫的面胡言乱语, 挑拨离间, 书能忍审不能忍, 把文琪骂自闭后, 我赶紧回去找我家傅俊男撒娇要亲亲, 可可, 别闹, 先开车回家, 哦, 被冷面拒绝了, 车子驶入车库, 我准备再继续, 他先我一步, 你先上去吧, 我抽根烟, 我闻不得烟味, 胡疑地走了两分钟, 又原地返回, 就见他坐在驾驶座, 拳头握得紧紧的, 力度大到方向盘套遍了形, 很快, 他打开咖啡包装袋, 抿着吸了几口, 我才留意到, 怕点的和文琪同款, 这么苦有什么好喝的, 杏文的口味真辣, 可可说了, 让你信他, 傅俊男, 你不能胡思乱想, 他一边自我洗脑, 一边皱着没喝咖啡, 自言自语的样子, 刺激着我的泪线, 傻子, 他下车的时候, 我从后面一把将他抱住, 身材娇小瘦弱的我, 却被他一个转身包在了怀里, 不是让你先上去吗, 他哑着声, 你不开心, 我不想留你一个人, 我和文琪是偶然遇到的, 我现在对他没感觉, 我只看得上你, 可你和我在一起, 不幸福, 是啊, 你都满足不了我, 当然不幸福, 糟糕, 满嘴跑火车, 跑错了对象,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拔腿就跑, 被他单臂夹走, 车门一关欺压而上, 我耸得求饶, 傅俊男, 回家好不好, 不好, 五秒后我摆烂妥协, 那你等会轻点哦, 好, 混蛋, 骗子, 我卸了力气, 摊在他身上一只哭腔, 呜呜, 满足了, 你休息休息吧, 他轻易地吻着我的脸颊, 可可, 你骂我的时候, 声音真好听, 我好喜欢被你骂, 傅俊男, 你变态吧, 是有点, 我捂着脸, 躲进了他的怀里, 这可怎么办, 他居然有受虐倾向, 不过, 我有点喜欢怎么办, 不愧是一家人, 好不容易进了家门, 他又黏了上来, 我寻思着, 平时没少打架, 怎么隐孩这么大, 和车上霸道不容拒绝的他不同的事, 回到家里的他, 忽然就变得多愁善感, 温热的眼泪弄湿了我的后背, 他哭了, 我认知到这里的时候, 已经被他丢进了软塌塌的被子里, 可可, 你说什么我都信你, 真的, 你别挽我, 不要抛弃我, 我一定乖乖听你话, 他就在那里, 灯光照在他的肩上, 好像下一秒就要碎了, 我单手还住他, 另一只抚摸着他的病脚, 没有玩你, 真心的, 在我的引导下, 他慢慢吐露他的心思, 看到文琪的时候, 我控制了好久才让自己看起来正常些, 我怕我和上次一样, 吓着你, 文琪离婚了, 他又那么优秀, 我怕他把你抢走, 食指点上他的嘴唇, 抢不走的, 我是你老婆了, 他太患得患失, 说太多都没用, 再打一架才是道理, 我全程哄着他, 谁知这人尝到了好醋后, 真面目暴露, 贪婪得紧, 可可, 要公平, 这里重点, 累死了, 严重怀疑他是故意的, 可可, 可可, 你不要我了吗, 他两眼湿路巴巴等着, 我找不到证据, 四日晨起的时候, 耳边酥酥痒痒, 睁开眼就是一张帅脸, 对眼睛真友好, 这样的起床仪式, 比吵闹的闹钟迷人多了, 可可, 生日快乐, 我竟然忘了这个重要的日子, 马溜爬起来, 确定了眼下情况是真实存在的, 他和我待在一起, 情绪稳定, 我们没有吵架还很亲密, 我松了一口气, 回头紧紧抱住傅俊男, 真好, 怎么了, 突然这么黏人, 你身上暖和, 我自动扫去脑海里那段 戳心戳肺的吵骂声, 取而代之的是当下的温馨, 忽然我的右手上多了个冰凉的东西, 是那个那环刻了我名字, 被他紧紧攥在掌心的戒指, 一模一样, 我伸出右手, 上下晃了晃, 套上去的瞬间, 我没忍住流了泪, 真好看, 他真实地捧着我的手, 这是你第一次愿意收下我的礼物, 我脸去伤感咋儿笑道, 那你得准备好, 以后我会天天问你要礼物的, 求之不得, 还想要什么生日礼物, 你今天一整天都在家陪我, 还有呢, 我喜欢金子, 下次送那个, 好, 早晨的余温, 一直蔓延到深夜, 我沉浸在当下的幸福里, 闲暇时光出门逛逛街, 买东西, 他全程陪同, 不仅不嫌累, 还会给出最中肯的意见, 我试了条碎花裙, 这个怎么样, 他盯着门外走神, 你看什么呢, 我望过去, 只有一对母子离去的背影, 有点眼熟, 应该是认错了, 我没多想接着试衣服, 傅俊男接了个商务电话, 我逛累了, 在休息区等他, 哟, 这不是洛伊可吗, 是知道你老公傅俊男 要和你离婚了, 所以脸上急出了 这么多痘痘吗, 哎呀, 我差点没认出来, 来人农装红唇, 大波浪, 是我大学里的死对头, 陈亚宁, 最近气候干燥, 抱了两个痘, 都被他看出来了, 我和他气场相克, 针尖队卖忙了四年, 时隔这么久再见,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 专门说些让人心里添堵的话, 我翻了个白眼, 怎么还生上气了, 生气了就不好看了, 陈亚宁笑意盈盈的, 一句一句往外蹦, 也是, 像你这样做的女人, 有几个男人会喜欢, 总会倦的, 谁跟你说我要离婚了, 陈亚宁, 你不要满嘴喷粪, 想到什么, 我心里怒火更旺, 哼, 你不会以为我离婚了, 你就有机会和傅俊男在一起吧, 当初我可是亲眼见过他, 纠缠傅俊男的, 不可以吗, 现在的傅俊男已经厌恶你了, 我当然有机会, 陈亚宁甩了甩大波浪, 自信放光芒, 和你这样暴脾气的女人过日子, 是个男人都会够的, 不像我温柔小意, 男人最喜欢我这样的了, 我等你离婚的好消息, 陈亚宁临走, 不忘挑眉恶心我一下, 哦, 天哪, 我居然气到了, 可可, 我好了, 你怎么才回来, 你老婆都被人欺负完了, 傅俊男五分警惕, 五分担忧, 谁, 谁欺负你了, 陈亚宁, 他是谁, 我去他一眼, 你忘了, 他之前给你递过情书, 还追了你大半年, 什么时候, 别装, 陈年就是, 我不和你计较, 见他还是想不起来, 我亲自帮他回忆, 你大人那年不是参加了校篮球赛吗, 拿了冠军, 退场的时候, 陈亚宁给你递情书, 你转头跟他走了, 忘了, 所以那次你说要去看文棋的钢琴秀, 其实是去看了我打球, 对呀, 又高又帅的黑皮体育生, 让人想忘记都难, 我都不知道呢, 你的异性缘那么好, 提起当时陈亚宁在宿舍楼群里炫耀的样子, 我就气不打一蹴来, 可可, 你终于说实话了, 回头对上傅俊男惊喜的眼神, 后知后觉这是被套化了, 好像看见了他身后翘上天的尾巴, 我强装镇定, 少臭美, 我就是顺路去看他而已, 不是专门为你去的, 所以那段时间你见到, 我就冷脸对我, 是因为误解了我和陈亚宁的关系吗? 没有, 我单纯看你不顺眼, 嗯, 可可说什么我都信, 可可没有吃醋, 他就故意地想看我吃瘪, 我要踢他脚, 他躲得贼快, 傅俊男, 你烦死了, 想捶打他的胸口, 转头被他纳入怀里, 听他的心跳声强劲有力, 但呼吸节奏是乱的, 可可, 我好激动, 原来在我不知道的时候, 你也优先选了我一次, 那次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明明走到了会展门口, 一闪而过傅俊男期待的样子, 还是决定赶回学校, 我到的时候, 比赛正好进行到关键十分, 他大放异彩, 作为队长带领校队以二十分之差, 打破了隔壁大学的连贯称号, 现场的欢呼声响彻云霄, 我本想上前恭喜, 陈亚宁比我先一步, 他递过矿泉水, 和一封粉色封面的情书, 我等着傅俊男拒绝, 结果他和陈亚宁一起离开了, 之后, 我对傅俊男开始阴阳怪气, 大幅度减少和他的往来, 那段时间我心烦意乱, 正好文琪盛情邀约我加入他的钢琴社团, 我便和文琪走得近了些, 原来一直迷糊的人是我, 傅俊男, 陈亚宁说我是个做精, 还说你最讨厌做的女人, 我做吗? 不做, 是吗? 我好像有点爱, 那我也喜欢, 你越做我越爱, 说完, 他在我脸上偷了个香, 你再说一遍, 我录下来打他脸, 我不是开玩笑的, 我真的追了上去, 陈亚宁被我气得脸红脖子粗, 骂我有病, 我当着他的面又放了一遍傅俊男的原生, 直到他彻底崩溃, 知道了, 你老公最爱你行了吧, 真以为谁都惦记着傅俊男啊, 老娘我多的是人追, 神经, 陈亚宁破防了, 我心里畅快得很, 我就不是个吃瘪的性子, 气一定要撒出去, 把陈亚宁气走后, 我走路都带风, 傅俊男一路看着我傻笑, 自从遇见陈亚宁, 我连续好几次梦到傅俊男和我离婚, 挽着他的手离开, 一次就算了, 连续半个月是怎么回事, 很没道理, 我想起一个一直被我忽略的点, 好端端的陈亚宁怎么会收到, 傅俊男要和我离婚的消息, 凭空造谣, 我越想越觉得可疑, 直到上网时看见事务所, 负责离婚诉讼等方面的赵律师的联系方式, 鬼使神差的拨通, 傅俊男回来的时候, 我失魂落魄地坐在客厅, 茶几上摊着偌大的五个字, 离婚写一书, 他瞳孔收缩, 可可你听我, 傅俊男, 你是要跟我离婚吗? 我将律师送过来的东西递给他, 你解释, 我听着, 我看了看镜子里满眼红血丝的自己, 泪水干在脸上, 难受得很, 他盯着偌大几个字, 许久道, 可可, 我们分开吧, 理由, 我们不合适, 这么敷衍的解释, 直接点燃了我的怒火, 傅俊男, 你混蛋, 我哭着跑出门, 想到什么又回去, 从他手里抢过协议书放下豪言, 离就离, 离了我立马就和别人结婚, 结一百个, 可可, 我在楼下坐了快十分钟, 他还是没下来和我解释, 以前道歉解释, 绝对不会超出三分钟的, 我赌气似的把离婚协议书摔在地上, 狠狠踩两脚, 然后又打脸的把内容从头看了一遍, 所有的资产都留给了我, 难道他还是存了那份心思, 我观察了很久, 他最近没怎么吃药的, 我们的关系也好了很多, 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我的心突然慌了起来, 拔腿回房, 他倒在地上, 各种五颜六色的瓶瓶罐罐撒了一地, 白色药瓶怎么换了颜色, 我下意识抽开抽屉, 上次的维生素还在那里, 摆得好好的, 我当即明白了, 医院里医生告诉我, 病人此次晕倒, 乃是过度劳累和心气愈结, 身体一时受不住所致, 没有大碍, 麻烦医生帮我看一下, 这些是什么药, 大都是治疗躁狂症的, 这个是抗抑郁的, 我的猜想没错, 他的药没停过, 且变得更严重了, 住院不到三小时, 他的助理合照抱着电脑和文件来到病房, 他看到我手里的药瓶, 欲言又止, 太太, 你都知道了, 和助理, 告诉我吧, 太太, 我知道我不该掺和你和老板的私事, 但老板最近的情况, 比半年前更严重了, 老板有严重的造狂症, 近两年有抑郁的倾向, 他极度缺乏安全感, 对你有些病态的偏执, 就在前些天, 老板的母亲离世了, 老板母亲去世前, 来了好几次, 求老板给义父弟弟捐赠骨髓, 老板拒绝了, 他就以命相抗, 结果脑血栓并发, 死前, 他还在骂老板没良心, 骂得极其难听, 我一个外人听了都难受, 更别说老板了, 老板这段时间心情压抑, 怕你担心瞒着你, 可就在前几天, 老板晕在了办公室, 他醒来后在公司坐了许久, 然后托我联系了律师, 我知道他想和我离婚, 太太, 老板是真的爱你, 他没有二心的, 他怕自己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哪天发疯伤害到你, 他恨不得把世上最好的捧给你, 怎么会允许自己伤害到你呢? 太太, 我跟老板快十年了, 我看着他因你洗而洗, 因你怒而怒, 如果连你都抛弃了他, 我想真的没什么能支撑他走下去了, 傅俊南的原生家庭很复杂, 爸爸是赌成性, 败光了家里所有资产, 妈妈在他六岁的时候抛弃他, 婚内出轨, 和一个有妇之夫走了, 没多久, 先后生下了一儿一女, 将他完全抛之脑后, 很长一段时间, 他活在邻居的谩骂中, 骂他和他的母亲一样不要脸, 说他是健种的后代, 几年后他爸醉酒跌进河里淹死, 他是自己一个人长大的, 我认识傅俊南的时候, 他性子闷闷的, 常待在东街外的向日葵田, 自言自语, 我和他就是在那里认识的, 他总喜欢和我呛, 促促和我作对, 讨厌他都来不及, 哪里会想去了解他的过去, 他躺在病床上翻了个身, 把自己包得像个残涌, 这是极度缺乏安全感的表现, 我也喜欢这样, 再懂不过, 他不知为什么烦心着, 眉头轻轻皱起, 可可, 是你吗? 又, 醒了? 我阴阳怪气对他说道, 怎么, 不是要和我离婚吗? 为什么把自己弃婚了, 可可, 对不起, 都要离婚了, 就别喊我的小明了, 多不好, 我冷漠地收拾东西, 准备离开, 他掀了被子追上来, 可可, 别走, 他从身后扯抱着我恳求道, 别走好不好, 我撒谎了, 我一点不想和你分开的, 我冷冷推开他, 不是要离婚吗? 傅俊男死缠烂打, 将我留了下来, 从回到病床上他, 不肯松开手, 我一动他就收紧手, 脸色惨白白的, 仿佛风中若柳, 惯会招人心软, 我又气又心疼勒令, 立马躺下, 我不走就是了, 一起, 陪他躺下后, 他的双腿立马缠抱着我, 生怕我走, 我被他气笑了, 这么离不开我, 说分开到时说得轻巧, 傅俊男, 我很生气, 我知道, 他摆出典型的知错认错的乖巧模样, 叫我心软成水, 傅俊男, 我们聊聊天吧, 嗯, 我爸也是个赌徒, 赌到小拇指被人断了还要继续赌, 妈妈和他离婚后, 我和他只见过几次, 恨他怨他, 可他到底是我爸爸, 念着幼时的亲情, 我依旧想见他, 所以, 那次我没有对他设访, 可是他只想着卖女还债, 不顾我的死活, 我全都想起来的时候, 很失望, 想质问他为什么, 直到我前几天去牢里看了他, 他见我第一面, 骂了我好多脏话, 那一刻我释怀了, 也许他曾经爱过我这个女儿, 但现在我在他眼里没有排酒, 麻将和自由重要, 我一直有句话没和你说过, 傅俊男, 我心里有你, 我要面子, 更无法原谅自己, 所以自欺欺人, 可是我忽略了, 嘴巴会狡辩, 身体和心很诚实, 傅俊男, 你妈妈不爱你, 我爱你, 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不会离开你, 他动摇了, 但他有自己的顾虑, 可可, 我病了, 很严重的病, 病发过一次, 连合照都被我吓到了, 我不想伤害你, 所以你要和我离婚, 他默认, 我以为你的病是被我逼出来的, 我以为你厌恶我, 不是的, 我爱你都来不及, 怎么会厌恶你呢, 我的病和你没关系, 你千万不要多想, 可这五年里, 我对你不好啊, 打是亲, 骂是爱, 愿打愿挨, 再说你也没对别人那样, 我是独一无二的, 有点偏执的傻气, 傻子, 天底下也只有你会这么想啊, 我主动牵他的手, 把掌心的温热船递给他, 困扰我到现在的所有问题, 我全都得到了答案, 母亲从新回来和他团圆, 傅俊男开心, 母亲的爱是有目的的, 为了救他和另一个男人的孩子, 不惜以命逼迫他捐骨髓, 他失望痛苦, 他一方面为母亲的再次抛弃伤心, 也为母亲的突然事事难过, 甚至觉得是自己逼死了他, 亲生母亲临走前的辱骂, 肮脏不堪, 合照仅学了两句给我听, 我便气哭了, 更何况是从小就被母亲抛弃, 极度渴望母爱的傅俊男, 种种复杂的情绪压得他喘不过来气, 他原本靠要抑制的病情加重, 我的生日是他最后的希望, 他想讨我欢心, 和我好好过日子, 真心却再次遭到践踏, 我从始至终的冷漠态度, 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阿南,我不会离开你的, 我会陪着你把病治好, 万一治不好呢? 我已经耽误你五年了, 不能再那么自私, 我自愿的, 这不叫耽误, 他没有说话, 但我胸前的衣服渐渐湿透, 被眼泪浸湿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柔软的一面, 我遗憾错过了一次 帮助傅俊男的时机, 但我也欣慰, 他还愿意向我坦承他脆弱的一面, 傅俊男, 有我在呢, 我们都会好好的, 可可, 我信你, 低头对视, 眼里是同样的坚定, 时光差然而过, 他已经在医院配合治疗了两个月, 很快就是傅俊男的生日, 他就是在生日那天放弃所有, 选择自杀的, 傅俊男, 我带你去个地方, 我们回到了初次见面的葵花田, 缘分从这里开始, 傅俊男喜欢我, 十几年少年不懂爱, 不会表达爱, 只知道靠嘴欠惹我生气, 取得我的关注, 殊不知, 我被这样的他, 越推越远, 打得闹闹中, 那个执着的有点憨傻的男孩, 在我心里的分量变得越来越重, 两个笨拙的人, 终于学会了坦白爱意, 当下正值葵花盛开之际, 目中所及金黄灿烂, 大片大片挺拔身姿的向日葵, 依靠独特的色彩, 朝路人彰显起蓬勃的生命力, 向日葵向着太阳的葵花, 有太阳在的地方, 就有葵花盛开, 有葵花盛开的地方, 就会有希望, 因为向日葵花, 我才遇到了你, 傅俊男, 你愿意让我成为照耀你的太阳吗? 他抵着我的额头, 忍住了感动的泪, 傻瓜, 表白的话应该男人来说才是, 他深情款款, 迎面单膝跪下, 变魔术式地, 变出一枚金戒指, 补了我们之间欠缺的求婚仪式, 可可, 你是我的太阳, 你在时我目不转睛望你, 你不在时, 我低头谁也不见, 往后余生不弃不离, 戒指入手承诺允夏, 从此相依相伴, 金黄的向日葵田, 是满目的希望, 傅俊男, 我希望你好好的, 时光回溯终结, 脑海里想过一道机械音, 我闻声醒来, 发现自己躺在家里的床上, 房间点上了枝子熏香, 满眼的金黄变成了墙壁的暖白, 我冲冲撞撞冲出门, 推开了傅俊男的秘密基地, 不见那台时光回溯机的踪影, 结婚罩挂在墙上, 一切如旧, 手上的戒指呢, 空空如也的房间, 不是改变了结局吗? 为什么还是这样的结果? 我摊坐在地上愣愣的, 可可, 我看着那个熟悉的人, 缓缓走近, 他扶起了我, 一举一动都像急了他, 就连语气也是伴着无奈的宠溺, 刚才跑那么急, 戒指掉了都不知道, 求婚的金戒指, 闪着璀璨的光, 我木讷的由他给我戴上, 遮上了原有的戒痕, 可可, 不认识我了吗? 他穿的是出事前的衣服, 可可, 你的混蛋回来了, 一声混蛋, 我的泪潸然落下, 傅俊男是我, 我没问完的问题, 他给了我一个肯定的回答, 我紧紧地抱着他, 抱住我灵魂的另一半, 可可, 我用自己的生命, 和时光回溯机, 做了个赌注, 赌你会不会走进这里, 说出唯一启动他的密码, 我想你, 你心里有我, 所以我赢了, 时光回溯, 自此消失, 赌赢了, 所以他回来了, 要是输了呢, 傅俊男, 你这个疯子, 你怎么敢拿自己的命做赌注, 如果我没有来到这里呢, 如果我, 我不敢想象, 如果我输了, 那也是我应得的, 最起码还你自由了, 你这个自以为是的混蛋, 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 老娘没答应离婚, 我双腿圈住她的腰, 怕她身上哭得泣不成声, 可可, 你骂我的样子还是那么美, 什么时候了, 她还有心思调情, 混蛋, 我要骂死你, 臭混蛋, 我抓她的头发, 咬她的唇, 捶她的肩, 丝毫不联系, 可可, 你下手还是那么重, 你知道我有多害怕吗, 你就是个疯子, 你怎么敢下这么一大盘棋的, 我是疯子, 你还要我吗, 笨蛋, 我的好赖话你听不懂啊, 快报警我啦, 要掉了, 只有我知道, 从床上醒来的自己有多惊恐, 有多崩溃, 我怕黄粱一梦, 又回到了一开始的结局, 我怕会永时所爱, 孤独一生, 打是亲, 骂是爱, 你等着后半辈子一直被我打吧, 混蛋, 我还没原谅你呢, 不许松手, 夕阳照进门窗, 洒下金光, 我们沉浸在 事而复得的情朝下, 接了一个绵长的吻, 风声吹过长廊, 带动风铃的摇摆, 月儿的铃声中, 掩藏不住的是我们的窃窃私语, 时光回溯的启动密码, 为什么是我想你, 不是我爱你, 我不敢想, 总觉得那不可能会发生, 傻瓜, 我爱你, 瞧, 夕阳见证了我的表白, 晚风倾听了我的爱恋, 所以, 傅俊男请自信点, 洛伊可爱你。